我叫杨子 从小演戏直到今天 我在公众事业的关注下成长 受到过大家的认可 褒奖和关怀 很多人说我非常的幸运 年少成名 起点颇高 但其实 每个人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这无数目光中裹挟着的 还有与日俱增的期待 和愈发严格的要求 质疑和否定的声音 也总是伴随着我 我的成长 被观众见证 从外形 演技 到和社会的沟通 我演绎的每一个角色 我说的每一句话 甚至我每一场考试的分数 都可能会被无限放大 被公开 被议论 很多人问我 既然有这么多的阻碍和难关 为什么还要选择这一行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 做一名好演员 是我既时以来 从未改变过的梦想 保持初心做自己 强大不是别人给予的 而是要靠自己去争取 我不觉得这些问题 会困扰着我 相反 也是因为这样的经历 我才能在这一路成长中 慢慢学会了承担 学会面对 学会乐观 去练就一颗 可以抵御一切负面影响的 强大心脏 我唯有靠自己的方式去证明 于是我琢磨每一个角色 钻研每一个镜头里的表现 细扣每一句台词的情绪 哪怕只剩一个观众 一个镜头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懈怠 保持专注 苦练演技 我始终相信自己 会是一名以实力说话的演员 属于我的梦想 我会自己去追 天生的资质 我们没有办法决定 后天的努力 才是我们的必经之路 那说到梦想 剧中的女孩林志孝 会有很多共同的语言 她热爱音乐 如同我热爱表演 她向往舞台 如同我向往荧幕 大提琴在她的手中 会发生奇妙的魔力 拥有着香伤的力量 可以冲破许多现实的困境 忘却负面的情绪 带着还不安适适的她 进入充满想象的旋律世界 音乐令她神往 充满创造力 也驱使着她 变得勇敢无畏 这就像在镜头下的我 拥有一个全新的名字 塑造出一种 完全不同的性格 我成为一个全新的人 在另一个时空 感受新的故事 被创造 我想 这大概就是梦想的奇妙之处吧 在无形中 被播种 发芽 成长 封上我们 独一无二的生命 但其实我和她都知道 追梦的过程并不容易 这其中就是日复一日的枯燥练习 是不可避免的偏见和质疑 是一场场挤破脑袋的竞争 是无人观看或聆听时的受挫和打击 是不知前途的迷茫与压力 这些 都在我们成长的印记里 成为过阻碍 化成过泪水 但当我们一次次倒下后站起 一次次跨欲后再次启程 内心的能量 会与日俱增 这些无形的勇气 也许是源于外界的支持和肯定 也许是内心一种声音的执着 最后 我们终于被打磨成一个 坚不可摧的追梦人 我知道 总有人在追梦的过程中 向现实妥协 慢慢将梦想遗忘 甚至放弃 也有不少人一直追梦 却可能永远得不到梦想 置地有生的回应 我想我跟林志孝是足够幸运的 我们没有在现实面前妥协 或者说现实对我们还颇有些照顾 让我们留有心力和勇气 和梦想较劲 林志孝会继续奏响着她的大提琴 带领着她的听众 进入美妙的音乐世界 辗辗于属于她的音乐之梦 而我 也依然会寻找和演艺新的角色 为观众打开一个个新的世界 进入我的戏梦人生 现在 属于林志孝的聚光灯已经亮起 它正奏响着属于梦想的旋律 音乐的世界徐徐展开 而我成为了它 它已成为了我 有梦想的人足够了不起 余生 请多追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如果 如果 熙攘的风景 却为一颗雨滴着迷 看它 在指尖化醒 有点想按下琴弦的交集 有些渺小的事情 最初已经重在我心里 后来 后来 我靠着你笑着回忆 那时多不由自己 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失忆 是慢慢靠近 暗自清醒 都不可思议 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身影 只把所有关心 不了痕迹 不了云地 全部自己 都给你 了 我 让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有话偷偷放行李 有天一点一点说给你 后来写在可乐山的笔记 是最好的纪念品 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身影 是慢慢靠近 暗自清醒多不可思议 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身影 是把所有关心 不留痕迹 不留余地 全部自己都给你 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身影 是慢慢靠近 暗自清醒多不可思议 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身影 只把所有关心 不留痕迹 不留余地 一全都自己都给你 欢迎四位 大家非常期待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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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是 大家非常期待见到他们四位 我们也赶紧请四位跟所有腾讯视频的观众打个招呼 然后介绍一下自己在戏中的角色 我们谁先开始 杨子先来吧 你先 我先 我先 然后大家好 我是杨子 我在剧中扮演大提琴手林志孝 她是一个非常可爱 然后是一个追逐自己梦想 但偶尔有一些小任性的女孩 欢迎杨子 欢迎肖战 大家好 我叫马云杰 大家好 我是李云锐 师哥 邵江也是一名小提琴手 好 欢迎四位 刚才我们听到他们简单的这个自我介绍呢 应该有这样的关系 一个是大提琴手 一个是小提琴手 我特别想问一下两位 为什么没有选择 就是跟自己交集更多的另一半 而是选择了彼此 你不觉得人生就是这样的吗 就是很多时候 就是可能大家都觉得最适合的那个 未必是你最喜欢的 我觉得是因为 笑笑跟师哥他们两个的爱好 或者是说都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但他突然有一天遇到了 顾伟会发现两个人是互补的 然后那种爱情的感觉 其实可能就是一瞬间 这是说不明白的 所以像是拼图一样 对 要找到可以互补的另外一半 是的 那所以我们要问一下顾医生 都有吧 我觉得 怎么说 第一次看见他会觉得很特别 跟生活当中 就是接触的人不太相似 跟顾伟很像的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当遇到林志孝的时候 开启了人生的另外一个 已久的那一扇门 比较冷漠一点 所以遇到了一个 比较热情的女孩子 有打开另外一面 对对对 所以要来问一下 我们这个十多年的同学 笑笑 所以你在戏当中 有没有跟林志孝 有一些battle的场面 有没有battle 有没有 他老battle我 恨 就还也挺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情绪在当中 然后你们在戏里头有很多 我觉得会或多或少 会有吧 在戏当中那些battle好不好 但是高熙他非常可爱的一点 就是他不是那种 不是我恨你 就是我是坏人 我要去恨你 他不是 高熙其实他是很正人君子的那种 那既然我跟你竞争不到 那我祝你幸福 但是林志向你需要我帮助的时候 或者我在某一点看到你很优秀的时候 我依然尊敬你敬佩你 所以我觉得他的角色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角色 少江也是这样 少江就是祝福你幸福 然后你好 我就开心 对 少江其实在剧当中 也是跟我们的笑笑有很多的这个接触 但是您作为这个学长 本来是可以截足先登的 但是为什么没有抓住这个特别好的机会呢 他跑了 跑去哪了 跑去哪了 学习小提琴去了 但是我觉得是他当时在年少的时候 还没有那么有勇气去踏出这一步 去跟林志向说 哦 所以就是因为这中间空档时期 就那边钻了空 就是顾一生的性格是相对稍微冷漠一点的 然后学长这边的性格呢 可能又不太一样 因为一个是医学生 一个是音乐生 你觉得他们在这种 比如说感性思维跟理性思维上面 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觉得他是外冷内热顾一生 就是表面上很冷酷 谁都钻记不了他的心 但是你真正跟他熟了以后 钻到他的心里会发现 他也是一个很感性很敏感 然后很炙热很温暖的一个人 就会让我觉得顾一生是很踏实很成熟 那么诗歌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他是很阳光的那种大男孩 他会陪着你啊 你就会每天很开心 所以是两种风格都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是这个 医学生跟这个音乐生的一个区别 也是这个感性理性主导下的不同的区别 那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个小小的考验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音乐生VSE学生Round 1 我们看一下大屏幕有什么PK的项目 来 和伴侣逛街时遇到陌生人要伴侣的联系方式 你会说什么 来 我们邀请四位 我们用这个剧中人的这个性格 你会说什么 要不然我们从小林开始 我觉得少江的话就是会 就直接被他挡掉了就对了 少江是这样的 高熙呢 我可能就是说 直接揽过来先加你再加点 你先加我 其实也是帮忙挡了一道 对 然后我们的顾医生这边 你们会不给 不给啊 好 来 笑小这边 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按照正常人的思维 我们俩逛街 突然一末程人跟我说 我想要引男朋友联系方式 我肯定想 就走了 我肯定拉着就走了 但是如果是那种 比如说 他说 我需要你男朋友的联系方式 找他有事或者什么的 但我如果发现了有危机 我会说 那你加我的 然后我来帮你跟他说 可能女生都会这样 所以我觉得你比较像医学院的学生 不太像音乐学院的学生 就是你理性的思维 反而要占这个主导的作用 对不对 不理性就很感性啊 你会先去分析一下 他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你再决定 要怎么给到他 对不对 要微信的目的能有什么 我画了第二题 我们稍微 吃饭时 哥们或闺蜜 给你的伴侣夹菜 你会说什么 邵姜会怎么说 对吧 他可能会说 他做是好意 对 然后如果是我的话 我肯定会说干嘛 好 这个是邵姜跟小林的处理的方式 高希你会怎么处理 可能就直接给 怕场面尴尬吗 只要我 厉害了 正面刚 来 我的话 顾医生的话 我觉得她会说 会假走 我会假走 看得出来 本人跟这个性格 跟这个角色性格的区别了 接下来 笑笑你会 笑笑 如果是三三加给姑妹的话 我认为那是没有恶意的 肯定是有一些什么原因 我会跟三三说 别管她 她自己来 因为我觉得是戏人的闺蜜 我生活中 就不会有这样的闺蜜 如果我觉得 发生这种情况 她一定不是我的闺蜜 但如果她真的是 发生这种情况的话 我会不说话 因为 我觉得 我就 但我会黑脸了 所以可能我觉得 我要看我另一半 她是怎么样的做法 什么样的反应 对 所以就是在 心里的小本本 写下她的名字 然后回去再算账 那如果她有男朋友 我也给她男朋友加 这个好 直接 以其然之道 还至其然之身 好 这个第二题 稍微有一 来 终于能去电影院看电影了 男生想看科幻片 女生想看爱情片 这个时候 你们会怎么做 要不然这样吧 我们分成 两组 我们是这个音乐 音乐学院的学生 跟这个医学院的学生的PK 我们每一个学生 选一个人出来 现场跟大家演绎一下 然后在电影院 遇到这样的情况 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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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 好 你先忙 来 没时间 不要你了 同病相怜 哎 要不 爱情片叫余生请多指教 这什么意思啊 你让我俩不要我了 你让我俩去学习什么 学以致用嘛 好 来 掌声鼓励一下两位 好 我们也请 杨子跟肖像回答 我跳中间好 回来聊一聊 因为刚才两位看得也很开心 对不对 你觉得点拼一下 看刚才他们的反应 什么鬼剧情啊 你觉得哪个剧情 让你有这样的反应 是他的那个反馈 还是他的反馈 这俩最后还勾在大背看电影了 你什么呀 看我们的电影 对不对 腾讯视频 海亮的片子等待着大家 大家可以在腾讯视频看 《沉默的证人》 也可以在腾讯视频 上面来看朱仙 什么样的选择都有 所以这个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好的 我们要谢谢 两位刚才精彩的表演 那我们也请两位 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请肖像跟杨子 稍微留步一下 好不好 来 两位我们先 稍事休息 谢谢 谢谢 留下的两位呢 好 我们要说一下 两位不止演戏演得好 其实唱歌也唱得非常的好 所以今天我们把两位 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当然要来给我们 腾讯视频的观众 来送福利 两位接下来呢 要在今天的舞台上同台 给大家来献唱 我们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余生请多指教 掌声欢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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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agement 杨泵elly 喝ikoкое prevail 杨泵 时间 曾经去了一切 原来 人山人海里有特别 指尖 反动永恒字蝶 解开让我心跳的悬念 牵着一双手 在门 世界 打得有限 有我在你并肩 穿过黑夜 读懂明天 每个心愿 一起实现 一人的孤单 被你暖场勇敢 我在回忆里惊叹 你给的最长情的答案 简单的浪漫 是我爱的平凡 不过是用余生陪伴 在远山人海 我为你称赛 任心为我称赛 为我证定了方便 别怕你的爱 在我穿过阴霾 寻觅装淡淡 等余生之爱 永远的未来 是谁坏 最好的安排 是爱 的歌声也让大家 带入到了这个温暖的剧情当中 余生请多指教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 让我们共同参与到接下来的开播仪式 那今天我们的剧组 今天齐聚在此 感谢大家 谢谢你们 那大家可以剧头 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降下 这个在我们的剧当中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物件了 然后写下你们对于 这部作品的祝福 同时签上你们的名字 我们也希望这份祝福 可以传递给更多的观众 好 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天空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份温暖 哇 我们的告白品点亮了 那随着我们的告白品缓缓的升空 那今天我们余生请多指教的 今天的最后呢 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余生 我们腾讯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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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